小伙伴们注意看 主界面右下角跳跃键非常重要 让玩家点击跳跃键 此时游戏中的弹仔就会跳起来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只有点击跳跃键时弹仔才会跳起来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弹仔岛中隐藏着一个恐怖的道具 当弹仔靠近它以后 玩家的跳跃键就会失效 弹仔会发疯了似的 在地面上跳动 你们难道不好奇 弹仔岛隐藏起来的这个恐怖道具 究竟是什么道具在哪里吗 众所周知 只要点击跳跃键 弹仔就会跳起来 此时腿就会短暂地离开地面 如果你在弹仔岛中也使用过跳跃键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跳跃键对弹仔非常重要 在巅峰派对中 当玩家点击跳跃键 此时就可以让弹仔免遭一次伤害 让它脱离危险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弹仔大声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弹仔岛中隐藏起来的这个恐怖道具 弹仔靠近后玩家的跳跃键 会直接失灵这个道具 它究竟是什么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在弹仔岛的商店前方 发现了这个恐怖的道具 它是蓝色的是方形的 我的弹仔 不小心靠近了这个蓝色方形物体后 我的弹仔 瞬间就在空中跳了起来 它像发疯了一样 根本就停不下来 而此时此刻 我根本就没有点自己的跳跃键 我的跳跃键失灵了 所以说 在弹仔岛中隐藏起来一个恐怖道具 它就是商店前方的蓝色正方形物体 你们的弹仔可别靠近它 因为靠近它以后 弹仔会疯狂的跳跃 而此时 你的跳跃键就会失灵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